我們要破窗了 破爆有緊急狀況 園警趕到現場 要找的人卻躲在箱形車裡 說什麼就是不肯出來 小心喔 車內男子不但不配合 還拿出一把剪刀亂灰 不讓任何人靠近 就怕他失控攻擊 在場園警使用避盾敲破車窗 合力將黑男拖出來上鋼 事發在新北市巴黎 左岸碼頭附近 黑色箱形車窗戶加裝鐵網 甚至還有梯子可以爬到車頂 43歲的秋興車主沒有工作 興趣就是改裝露營車到處流浪 住在車子裡將近兩個月 他的母親很擔心 為了讓兒子回家 只好請員警到場協助 雙方僵持一個小時 警方最後使用強制力化解危機 刀傷之外 那我們在進行破窗的時候 他可以防止玻璃的噴箭 那去刮傷我們的手臂 把六公斤重的 碧盾套在左手搭配警棍使用 前端還有兩個尖角 專門用來破窗救人 比起直接使用警棍敲擊 還能避免被玻璃碎片割傷 另外和防彈盾牌相比 碧盾更輕巧 是現在員警執勤時常見的防護裝備 以當事人的安全為前提 同時也能保護援警 TVB室的張志銘 黃天文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